今年六十八歲的富山在地外賊後問親 將賣迎接七十歲生日 過去他的專長是為美食以及風景 這次他決定遂到自己的心 剛半十五 開始踢落到學生 就是七十歲了 一定有人性的歷練 剛好順便檢討一下 而卻把各種畫風都發揮 往抽象這樣 畫面這樣看能不能更上一層樓 嘗試啦 弄這個題材 我會把各種作畫的方法都發揮出來 不管是抽象的 寫實的 適合什麼題材我就用什麼方法去畫 目前以為後十八百歲做 在樹上中西方的鐵蛤家都是他創造的靈感 他在西林蘇東坡的後面 圍了一塊東坡肉 已經過身的立位朱高正也入圍 為他的原因不是因為他的樹上 單純只是朱高正是他隔壁般的東坡 經過了他緊張的跳樓圍面 連他的小孫也會當心為偽作的所在 現在畫了十八幅了 還有兩年計畫就畫到七十幅 現在這是其中的一幅 這一幅叫做 希臘的享樂主義的哲學 那就是在小尾的那個叫爐奧 有跳舞啊 整個晚上就是跳舞 然後烤豬啊 BBQ啊 隨便也是這樣 有一個話有建議 建議我把我的孫子也放上去 我的兩個孫子也在裡面 而文京這次跳樓傳統書上 在哲學家下的當中開始跳上圍風 一百月之後 代表欧文京對一本書研究一起解讀 目前作品吃一個咖啡圍龍展出 歡迎大家前往參觀 當然新聞楊順懷 蔡鳳莫德 虎晨順懷 蔡鳳莫德